听到一个故事,很想和你分享 话说有一位女士走过街边 有一个老伯,都几年多了,在这卖鸡蛋 他问他这间店卖,这老伯说五个奴给一个蛋 他说,我给25个奴给你,买六个行不行 不行,就走了 那个老伯就说,好吧,你说这样就这样 我今天开了当这么久,到你是第一个来发肆 就这样吧 当时买了蛋,就觉得很有胜利感,很满足 好了,原来就有个豪华房车等着他 他司机一车车到一个极高档的餐厅吃饭 在那里他就非常豪气 叫完一碟又一碟又一碟,叫到整桌都是东西 根本吃不完,剩下很多东西 他们就买单了,一看千四个奴给 他就给了1500个奴给,就说不用走 那天发生的事情,对于餐厅老板来说 可能很平常 但是对于那个这么惨的买蛋的阿伯 就真的很痛苦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些小贩 人家这么难做生意,就这么孤寒 对于那些不是真的那么需要的大做生意的人 有这么慷慨的呢,整天都是这样的 我又收过,有位朋友分享 他说我爸爸,整天都是买些很贵的东西 就是向那些穷的当,明明显贵很多都去买的 还去买些东西,根本他就不需要 总之他就是给他们多些钱去买 我就觉得我爸爸很怪,有些担心 为什么他这样做的呢,为什么他不去大公司 其实在那里更便宜 为什么他要跟那些当口仔,明显贵这么多都买的呢 爸爸竟然说,我这样做呢 这个是包裹着尊严的布施来的 其实我在那里做布施 阿女你明不明白呢 这两件事呢,都对长哥有很多的启发 其实呢,未听这些故事之前呢,我都习惯了 在街市呢,甚至超市都是,尤其是街市呢 我去,我是没什么耐性去选择水果 你知道我买很多水果的啦 我见很多很多的,的老婆啊,甚至是OL啊 或者是其他朋友呢,他们买呢,用很多的时间 他选择三十元八个橙呢,他选择八个橙呢 选择十分钟的,很多很多很多,逐个这样 选择了十分钟,跟着呢,他又去选择火龙果啦 又是这样,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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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多分钟 我都没有耐性,我觉得生命好啊,时间好宝贵 你要我用五分钟的时间去选择五分钟 我值多少钱呢,算啦,其实每个都差不多 大大小小都不差多远,就是这样啦 很多时候,我回到家,长叔叔说 你选择个烂的回来,我没时间慢慢做 怎知道这里是有问题呢,有时我觉得呢 我生命里面有更加有意义的事要去做 等着我做的,不是要来选择个苹果,这样的啦 还有呢,我很明白这几年,做生意是很难做 小贩有小贩的,难认的经,大公司有大公司难做 哎呀,我现在暂时还给得起的,算啦,给多一点点啦 不要跟他讲价,讲到什么啦,不要计较一点啦 有时呢,他的老板娘,哎呀,收小点啦,或者一起投诉啊 这样的,我就很开心,我觉得我给多一点点 他呢,都是一种功德啦,我不会说 选择了一些好美的回来,就觉得有战利满足感 这样啦,不过,讲了这么多,有些水果呢 这些水果呢,就一定要细心逐个选择的 牛油果就是啦,榴莲就是啦,它熟到什么程度啊 那品种买不买得过啊,不如榴莲 你要选择,所谓的猴头啦,这样才多肉的 其他的那些呢,如果是苹果呀,雪梨呀,火龙果呀那些呢 香蕉那些,大点小点,算了,我就不会浪费我的生命了。 这是我自己的原则,不知你同不同意, 给点意见,给点回应,好吗? 多谢你,拜拜!